将军一声令驾 身后千军万马朝敌人阵营席卷而去 大将军如同一头雄狮 战场之上狼烟四起 士兵身披重甲 手持刀剑和长矛冲锋陷阵 刀剑挥舞之下 无数人惨死这片荒土 一时之间鲜血染红这片土地 但为了身后的家园和亲人 士兵从未选择退缩 而这是一场发生在战国时期 秦国与赵国之间的战争 公元前244年 秦国东北地区边境城镇关水 赵军毫无征兆 召集十万精英部队发动攻击 事发突然 秦国为做充足防备 导致关水沦陷 上万百姓遭受灭顶之灾 被赵军全部斩杀 拿下关水 赵军继续进发前往马阳 是要报长平大战之仇 当年秦军四十万大军 以伤亡计二十万的代价 打败了赵国四十五万大军 当时秦军为了以绝后患 他们将俘虏的赵军全部坑杀处理 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几百人回赵国报信 而这就是著名的长平之战 此战过后 赵国元气大伤的同时 已与秦国结下了血海深仇 另一边 嬴政得知此消息后大为震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赵军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再度集结十万大军 向秦国发起挑战 因为目前秦国将军都在其他地方驻守 所以嬴政眼下没有可用之人 这时 丞相吕不韦站出来 推荐骁勇善战的蒙武将军 此话却遭到秦国高官昌文军的反驳 他认为蒙武将军只擅长进攻 并不懂得防守 而这场战役秦国上下一共才召集了八万士兵 其中还包括民兵 在绝对人数不占优的情况下 贸然选择进攻 只会以失败告终 所以昌文军推荐能功善守的王岐将军 而且王岐手下还掌握着一支 骁勇善战的死亡骑兵 说话间 王岐带领将领来到了大殿之上 王岐和蒙武互相看不惯对方 好在军事统帅及时站了出来 他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让王岐担任秦军主帅 蒙武担任副驾 蒙武听吧气愤地转身离去 王岐担任主帅后 将现场所有人暂时请出去 他想要与王上单独谈话 嬴政的曾祖父赵王 曾是一位伟大的王 只可惜嬴政并未见过他的君王之范 因为直到七年前 嬴政都一直被赵国当作人质 所以他肯定亲身感受过 人们的痛苦和仇恨 其实王岐说这么多 只是想知道 嬴政为何非要一统中国 嬴政听吧表示 他曾对某人许下过诺言 嬴政的父亲因为是皇室血脉 所以他被作为停战交换条件中的人质 囚禁在赵国 正是在此期间嬴政出生 后来嬴政父亲在吕不韦的帮助下 逃回了秦国 嬴政则继续留在赵国长大 长平战役结束后 嬴政遭到了赵国民众的侮辱与殴打 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多亏一位名叫紫夏的黑市商人 仗义出手 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 两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紫夏也是外国人 要不是因为战乱 他也不会流落于此 所以他的毕生心愿 是想有一天能有一个人将七国统一 这样便能彻底地结束战争 嬴政将此话记在心中 直到有一天 昭王驾崩 嬴政父亲登上皇位 嬴政则摇身一变 成了王位继承人 所以为了将嬴政带回秦国 秦国将领们各显神通 动用各种关系 以及雇佣黑市商人 最终紫霞接下这趟活 他将嬴政藏于货品之中 依靠自己的人脉 带着嬴政离开赵国首都 要想平安回到秦国 紫夏他们需要经过四道关卡 前三道顺利通过 唯独这第四道发生意外 负责守卫的士兵 静下马车货物射出弓箭 嬴政虽然手掌重箭 但未叫喊出声 顺利通过案件 朝着集合地而去 没想到途中 赵军士兵察觉到情况不对 快马追来 紫夏手下为了护送嬴政 起身与追兵对抗 一发发弓箭 如同下雨般射向紫夏的马车 一人不慎身体中介 从马车上重重衰落 这时紫夏注意到 前面尘土飞扬 看起来像是支援的士兵 距离顺利只剩下一点 紫夏操控马儿快速奔逃 然而赵军骑兵还是杀到跟前 他们挥舞手中长矛 向嬴政刺来 紫夏手下为保护嬴政 替他挡下这致命一击 赵军跳上马车 一刀刺入手下身体 手下与之缠斗 他自知活不了 紫夏以死换取嬴政活命 追兵继续追来 紫夏让嬴政操纵缰绳 控制马匹 自己则回到身后 拿起弓箭还击 奈何双拳南敌四手 紫夏接连身体中箭 但他依旧顽强反抗 这时几名赵军士兵 跳上马车 紫夏以血肉之躯 与他们抗争 秦军骑兵已经出现 胜利就在眼前 赵军拼死一搏 最终嬴政成功逃回秦国 紫夏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嬴政牢记紫夏生前所望 他在登基后 为了紫夏说过的诺言 决定一统七国 成为伟大的王 结束这场无休止的战争 回忆结束 王岐对嬴政非常钦佩 准备接下主帅一职 夺回秦国的城池 目前赵军已经拿下关税 抵达马羊外 马羊是前线要帝 一旦踏实手 整个秦国都将变得被动 这一战 王岐只能赢不能输 他立即召集队伍 奔赴战争前线 在此期间 本片另一个关键人物 信登场了 他本是一介草民 却凭借出类拔萃的身手 获得嬴政的赏识 信被他派遣到王岐麾下 磨练杀敌之术 成为百夫长 这次战役 信将组建自己的百人团 成为一支兼兵团 只听从王岐的调窃 从这里不难看出 王岐对信所领导的兼兵团 似乎另有安排 晚上 信与自己的副将 枪会练武 枪会虽是一位女子 但身手不凡 整体武艺 不比信 差分毫 两人打得难解难分 不过从这里 也能够看出来一点 信的武功相对于之前 整体提升了不少 经过一段时间的急驰 秦军抵达马阳城外 此刻 赵军已经在马阳城外 列好战斗队形 赵军现任统领 冯继 见到秦军支援到来 立即开始排兵部阵 摆出横阵防卫 王岐看到这一幕 带领军队 往远离马阳的右方前进 赵国军是赵庄 一眼看出王岐的用意 秦国是在忌惮 赵国最强的骑兵队 所以想避开这片平原作战 引诱赵军 前往可以封锁骑兵 机动性的荒帝甘园 赵庄提议 他们将计就计 带领队伍跟过去 赵庄一开始就猜出 王岐会选择甘园 赵庄跟冯继早已想到应对之法 而甘园位于马阳以南15公里外 这里大山偏多 地理条件恶劣 很快双军阵型布置完毕 赵军的进攻主力 是有副将领 万级带领的四万大军 准备突击秦军本阵侧面 秦军则派出三万右翼军队作为防守 只不过在左侧 因为人数劣势 王岐一万精锐骑兵 需要面对多于自己数倍的敌人 左侧的压力相对比较大 而冯继则藏后方两山之间指挥整个战局 随时根据战场局势进行一定的阵型调整 介绍完基本情况 战斗也随之一触即发 蒙武带头冲锋 与赵国的主力军抗衡 蒙武手持锤锚 冲进敌军 一击破开敌人防线 随着中央军开战 右侧和左侧部队也加入战局 战争全面打响 唯独信的百人团还在原地待命 信急不可耐 就在这时 王岐骑着战马来到百人团面前 下达他们的任务 百人团需要前往两军交战之处 从侧面切入 爬上冯继所在的山坡 趁着混乱之际 攻入冯继主营地 取下他的人头 只有拿下冯继人头 这场战斗秦军才有取胜的可能 毕竟对于赵军而言 秦军的士兵质量太差 其中有一半是民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先秦王的话 秦军没有取胜的可能 当然 对于信所在的百人团而言 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信还是毅然决然的接下 因为他知道 在大规模战争中 像他们这种百人团 也不过是一粒豆子 但豆子也有自己的强悍之处 伸手灵活 且能够见缝插针 集结起来 也能粉碎坚硬的石头 只要大家团结一起 就算冯继藏于一万大军之内 也能取下他的首级 信说干就干 带领百人团 开始趁乱翻越山脊 果然大家都在忙着大战 完全没注意到 信的这支百人队伍 很快信抵达山坡 眼下只要翻过前面的山壁 就能抵达敌军本镇 目前秦军一直压制着赵军 冯继见状 命令士兵后退 秦军杀起眼 快速追了上去 怎料却中了圈套 信这边对此浑然不知 他把大家召集起来 制定作战计划 现在要想成功冲进冯继本镇 需要一批冲锋军 打开一个缺口 大家都知道冲锋军此行凶多吉少 而百人团里还有不少刚结婚的 妻子都在等着他们回去 见大家情绪不对 信及时站出来鼓舞 如果他们今天不站出来 拿下这场战争 届时秦军大败 赵军拿下马羊 便会直奔首都 咸阳而去 等到那个时候 全城百姓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 而关水死去的百姓 就是先例 最终在信的不断鼓舞下 随后他们遇到守卫军 信一声令下 队员们冲了出去 大锤在守卫军中疯狂挥舞 冯继得知此消息 立马想明白 王岐是想要自己的 向上人头 此时的他比较自大 不相信区区百人就能杀到这里 百人团里的冲锋军缠住守卫军 信趁机带人去进行刺杀 却发现山上也有敌军 眼下他们的情况算是被包围 队员提议分头行动 如果再这么耗下去 他们只会全输阵亡 所以现在要选出一支精锐部队 前往冯继本镇 就这样 信带领枪会几人出发 其余人则拖着追兵 掩护信他们登上山坡 最终信在队员们的帮助下成功登顶 看到了山下的冯继本镇 队员们干净满满 一声怒吼冲下去 杀入敌军当中 守卫军人数众多 信他们不能过于恋战 于是信和枪会一起冲向冯继 禁卫队迅速组成横阵 阻挡信跟枪会 与此同时 战场局势发生变化 赵军逐渐占据场上局势 冯继抓住时机 将手下的中央军尽数派出 他准备乘胜追击 可殊不知 正是这个举动为他带来了致命后果 信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在人群之中大杀死方 他跟枪会相互配合 如同一队夺命鸳鸯 信越靠近冯继 敌人数量便越多 此次行动要想成功 信只有一次机会 冯继这边看着正在搏杀的信 突然想到信小队到这里来 似乎并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 并且王羲似乎算到 自己会派出两侧军队 对他们进行围攻 故而趁他后方大本营薄弱之时 派出一支精英暗杀队伍 想到这里冯继意识到情况不妙 赶紧准备撤退 可惜他还是晚了一步 冯继一死 战争局势瞬间发生扭转 赵军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 瞬间溃败 最终 这场战争以秦军胜利收尾 而信也获得嘉奖 只是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冯继死后 还会有其他赵国将领 带领队伍出征 深夜一个神秘人 冲进百人团营地 此人战斗力爆棚 营地里的大家完全不是对手 就连信和枪会 在他面前都撑不过两个回合 电影到这里 戛然而止 片名 《王者天下三 命运之言》 一部最新上映的动作战争片 由山崎贤人 吉泽亮领先主演 此片改编自同名漫画小说 整体来说节奏太慢 前一个小时无用废话太多 后面战争戏确实精彩 但没有什么太大的场面 如果你最近片荒 可以找来原片看一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个电影 再见